蔡英文如果連任了以後 很多人怕沒有位子啊 你看那天去登記的時候 韓國瑜抽到號碼講一句話就被制止了 然後呢 蔡英文的這邊抽到號碼 哇中選會跟他有說有笑這樣 依附那種慘媚的嘴臉 你就看到什麼叫做中選會嘛 那整個過程 民進黨怕人家在網路上 傳很多東西可能對他不利益或對他之意 譬如說現在網路 也有在傳 很多人 數十年來投票的開票所突然不見了 現在很多人傳給我 說我們 投票開票所怎麼突然給我改那麼遠 幾十年來都在哪個國小投開票 怎麼這次沒有了 沒有了把我改好眼 害我不方便去投票 那是不是都發生在很多藍營製的比較多地方 讓你投票很辛苦 降低投票率 然後綠營多的那一區如果很多綠營住在那裡是不是投開票所都很近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啊 我們可以懷疑吧 又有好幾個人傳給我 會不會我們這樣算假訊息嗎 不算假訊息啊 警察會來查水表嗎 因為 因為我們 常常被查他們對我們比較沒興趣 但是你可以看喔 你要真正查其實很多水表可以查 譬如說王定宇講 王定宇在他臉書上講 參謀總長 沈議員已經救回來了 王定宇的臉書啊 民進黨立委 王定宇 是不是應該 把他傳 因為 因為我們都去限購花了 都已經知道他 已經 已經限職了 怎麼 還有救回來這回事 他是什麼呢 怎麼會說他救回來了 是啊 夢到了 他可能夢到了吧 廖小鈞在他節目說 就是暗示說這個 這次的黑暗事件 跟共產黨是有關係的 會不會是一種陰謀 會不會有可能 只要對民進黨有利的 都不會有事 那為什麼沒有去查他的水表 因為他講對民黨有利啊 對不對 他這是在配合反生透話 蔡英文 告訴我們 銀林的發生邁不出去沒有關係 一斤四十塊跟你收購 很多農民拿出來說明明是三十塊啊 所以蔡英文 放的是假消息嘛 茶水表 不是啊 農委會A了十塊啦 對啊 這探渡案嘛 因為 他說過還有單據啊 對啊 老百姓說 明明是三十塊跟我說過 不是四十塊 總統講事實啊 表示總統放的是假消息嘛 要不然就是 農委會A了十塊錢 所以你今天看到 整個台灣荒謬到不像話了 有人在找楊慧如 楊慧如 出示一張照片 他跟蔡英一堆朋友到泰國去玩 所以網路上就有人跟他哭手 說這兩個人結婚 把他弄一張喜帖 有個先生他也不曉得 是真不知道還曉不曉得 他就傳給他好朋友看 大家覺得哈哈大笑 都知道這是個哭手嘛 他也被傳 傳兩次 蛤 你可以看到現在台灣已經變成 查水表共和國 問題是民進黨跟 跟腦殘的那些太陽花 這些獨派的年輕人最喜歡 去哭手別人 尤其是哭手統派的人啊 然後或者是用 很羞辱性的話去 講大陸對岸啊 那為什麼不用被查 蔡英宜是律師 他也沒有去提告 因為他覺得這個是大家在哭手他 他也知道說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隨便提告 人家 沒有人會 也不會成立 對也不會成立 人家只是哭手嘛 對 也沒有人相信 楊慧如跟蔡英宜是一對吧 是 所以你今天 看到了 就是說變成 基層很多警察認為說 既然上面要我說 那我沒有10分 我至少也有一分嘛 對不對 法律告不成就是一分 告得成就10分 所以大家 我弄10個人我就10分 是 所以你今天看到這個叫 風聲喝力 那蔡英文現在擺出來就是所有的 事務官大家就出馬 譬如說我們那天討論的那個雲林 那個是黃偉澤的台南警察 他要業績啊 他就上網 反正大家都會上網 上網之後發現這個人在雲林 他就說好 我 你 我們已經盯上你了 我們傳訊你 請你到雲林 我們到我們從台南 警察開車到雲林去遵訊你 那這個案子辦了當然 老百姓就會覺得很困擾 所以你今天看到民黨做這些事情 變成很多基層警察 只好大家 趕快去搶案子來辦 那雲林自己的警察沒有去辦雲林自己的還台南的警察跑來辦 大家搶嘛 蘇鴻達教授也是個例子啊 警察辦了以後他跟他講 已經超過兩個月 已經 社會資金維護了超過兩個月是不能辦 他不想辦 調查局說我要辦 調查局又跑出來了 就每個單位你今天可以看到了 今天 蔡英文已經讓台灣的事務官 大家為了去迎合他 然後盡量去表現不中立 然後盡量去打壓對民進黨險情不利的那些人 就是已經台灣 這麼多年來我們走到今天了 事務官就是一般的公務員 就是 不管哪個政黨上來他都有他的位子 然後他可以他比較可以緊守行政中立 所以這是事務官 可是他已經壓迫到 連事務官都沒有辦法 比如說就逼你 積分要40分不然我就檢討你 我可以整 他是用整事務官的方式嘛 所以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是董哥 法律已經規定即使你要整台大教授蘇宏達 你也必須在 兩個月內 都已經超過 一年了是13個月前了 警察都已經知道不能夠在那個 調查局還不放手 還要過來你看 他陰道日期本來是傳達是 108年 就是去年12月 可是他的 批評故宮是2018年 結果他的對答是 警察跑去跟他太太講 太太說什麼法 警察說社會秩序維護法 然後 怎麼樣 然後已經超過了 所以不能啊 結果後來 調查局又來了 好 那調查局來了 蘇宏達遭遇這樣子的打壓 他寫了臉書 蘇宏達當時他在 批評故宮的時候 剛好我們也在節目裡面 也在批評故宮 然後 我們要搶救國寶 所以現在 故宮的國寶還在 蘇宏達跟我們 我們是有功勞的 2018年 10月5號的時候 我講到說 9月5號 葉文打拳談了 故宮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結果 故宮就跑去跟NCC告狀 然後NCC就下公文 下了好幾個公文 一直要我檢討檢討 跟跟他 寫報告 我根本就不理他 我們在批評故宮是2018年 所以他是2018年要我寫報告 再三寫報告 然後他拖到2019年的 12月 靠近年底了 他竟然要去約台 要去查水表 蘇宏達 好 那蘇宏達這麼委屈了 台大 管中敏 到台大了 記得啊 獨派人士說 他們抱頭痛哭 覺得對建國大業非常不利 國內大學 台灣大學出來表態 他說本校政治系 墨內講座教授蘇宏達 在2018年的11月 針對公共事務在臉書發表評論 卻在一年後遭到調查局 以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寒送台北市警察局偵辦 然後在12月20日遭約談 長達一個小時有餘 本校對此侵害言論自由的行為 表達嚴重關切 判有關單位 克尊憲法第11條的意旨 確保人民的言論自由 這個我覺得已經是非常的卑微了 只是發表一個聲明 也沒有去包圍你調查局 也沒有怎麼樣 好結果呢 這是1月2號 1月4日台大的學生會 竟然就在校務的會議裡面提案 要求校方你撤回支持 蘇鴻達的言論 要求校方你把這一篇文章給我撤回 不准 不准你支持蘇鴻達 投票結果 30票 竟然有30票是支持這個要撤回的 79票反對 最終這篇文章還可以保留 文化大學社會科學院的院長 趙建民說 台大學生會以民主之名 要求校方撤回對蘇鴻達教授言論自由的貼文 說法何其矛盾 可是這個會長怎麼講 這次針對政治敏感議題表態 造成爭議與師生看法分歧 希望針對公共事務的評論 應該經過教嚴謹的發文流程 我呸 那是不要臉 董哥來 這個交給你 台大學生我印象非常看不起 因為台大學生很多是不要臉到已經無恥之極 他們做什麼都可以別人都不可以 簡單講就是人力獨腦就慘的代表 我們節目也曾經評論過 中國新歌聲 他們只是反對人家來 連唱歌都不准 就台大這一狗票 對 就是這批人 我老實講 人家去辦個演唱會 學校批准了 然後在那邊辦然後他們就去鬧蟲撒民旨 他們 他們這批人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太陽花那種毫無人性 那種難道理昌 什麼都敢做 然後嘴巴又講得很漂亮 在台大很多學生裡面都表現出這樣 我非常瞧不起這些人 他們敢跟我們辯論嗎 他們肚子沒有東西 就是 只有毒 然後毒就反正民進黨會豢養他們 他們那時候去搞台大新歌聲的時候民進黨是出錢給他們弄 真的呀 是啊 有說句的啊 我講 人不要臉就是天下無敵了 但是 人一毒 那更是 不要臉的無敵 無敵中的無敵 你今天看到情況就這樣 你 他覺得茶水表是可以的 他要求校方 連這樣一個用文字來支持蘇宏達的言論自由的表態都不可以 他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怎麼不要臉到這種程度呢 台大因為很多老師 大家想說我不要跟學生去鬥嘴 或怎麼樣 那就這樣養成非常多的學生是 用不要臉來 來跟你鬧場 譬如說江銀化教授去演講 他已經沒有 在台大了 他去演講他們就跟他鬧場 記不記得 我記得 後來就沒辦法講 江銀化本來是台大政治系非常優秀的教授 他當做系主任 然後後來他就當行政院長 在他任內 發生太陽花 他還去太陽花現場 然後被 立法院現場 被太陽花 那些 那些人 不給他講 一直跟他輸斷 洗他的臉 對 然後這樣子 然後他都已經卸任了 他 要回去 他本來要回台大任教 這些人的發動 不准江銀化回來 什麼叫做不要臉 他憑什麼去阻斷人家的工作權 他如果交得好 就繼續當 交不好 人家校方會處理 他不准人家來 這是什麼樣的一種人 就是 他認為江銀化當馬行九的 政務官嘛 所以就不准回去 然後就說 不准那個來沾染邪術 什麼樣 你今天台大學生 可恥到已經 讓人家看不起 我隨便舉個例子 民國87年 吳敦毅跟謝朗廷想高雄市長 台大有個教授叫江文宜 然後他跳出來說 這個錄音帶是真的 我以我在台大教書 我台大教語言學 我一聽這個錄音帶就是真的 就是當時的吳敦毅 被傳出有匪文錄音帶 然後在那錄音帶他對一個女記者想說我好想你喔 然後當時 民進黨的人 獨派的人就說這個是真的是吳敦毅的聲音然後 台大教授語言學的教授江文宜 說這是真的 後來吳敦毅寫書了 他出來告 告了以後我們的調查局發言說這是變造的 他們不相信 阿扁已經當總統了 因為隔了一年三個月阿扁就當選總統 又送去美國發言 美國也說這是變造 那我請教一下這個用台大知名 開記者會去替謝唐廷陣營背書 然後 已經被拆穿是假的 他為什麼還可以回台大教書 這說明台大學生的不要臉已經貼價無敵了 因為對學術最大的玷污 就是你 你用台大這個招牌去做假 然後很多人就相信了 你用你的專業 這種人反而可以回去 江儀花不能回去 台大多少學生是不要臉到已經悔於所事 沒有人無動於衷 台大沒有一個師生說 像這種江儀 這種江文宜這種人可以讓他回來 就位於下北京 台大學生 就是在貨店 這個商店 我們說